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它粉霜的话呢有一点太厚重了啦 你们等一下看了就知道它是多轻薄的一个底妆产品 好 那话不多说就来看一下我对这款产品的用后感分享咯 首先打开这个包装 它这个包装就和其他任何Dior的底妆产品的包装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让我觉得有一种老妈妈或者是亲手女的包装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不觉得Dior的底妆产品都是给就是上了年纪的用的 它里面是这样子相信这个已经大家看过有段时间了吧 这个算是比较新的底妆产品但也不是说太新 应该出了有几个月了 最新的里面的技术就是它里面有加很多的护肤成分 半月莓果油 有维他命E 还有其他的一些mineral矿物成分 不是说mineral oil mineral oil 矿物油其实是用在底妆产品里面对皮肤有时候比较刺激 会增加毛孔的堵塞和生成痘痘的一个烦恼 但是mineral就是单单纯的矿物油的成分的话是比较好的 对皮肤有一种滋润的感觉 你也有听说里面有说果油啊 氨基酸啊 维他命E的成分 它里面还有个technology是专门是抗氧化的一个成分 叫oxygen 我看一下 叫oxygen active的成分 它这个东西呢是他们申请了专利 说在这一瓶foundation里面给皮肤一个抗氧化的功效 所以说增加了各种护肤成分与液体的底妆产品 肯定是我的上上之选咯 我用了这瓶也差不多有两周左右了吧 我现在比较有自信的可以来和大家说我对它的用后感 先说一下它这个包装是 我觉得挺特别挺喜欢的 如果大家有用过兰蔻的那个小黑瓶 就知道它这个低管的样式就跟这个小黑瓶是一样的 把它拿出来里面有一根透明的管子 是玻璃的瓶身上面有银色的香边 然后把这个转头扭开来以后就是里面的产品了 就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低的质感是非常非常的薄 它最主要着重的就是轻薄有空气的透气感 但是它如果你不用concealer不用遮瑕膏之前 它也是有一个比较中等的遮瑕力 好我把它点在手上让大家看一下它上在手上的一个光泽感吧 你可以看一下哦 就是它是很薄 然后它不是说像那种粉底也是很厚重的那种 然后最主要的一点 请大家看一下它的延展力 然后我把它上在这整个手上让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光泽感吗 然后又非常的轻薄轻透 但是又觉得肤色有均匀了 和我这只手比较一下 我的青筋有几乎百分之七八十都被遮盖起来了 然后这个手也比较的是润白 这个手我就有一些红的斑点啊什么的 就远处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明显看到这只手是更加的嫩白 更不要说上在脸上了 特别你在上这款粉底之前擦完保养瓶以后 你就会觉得它上在皮肤上会非常的有 显色很就是很亮很润的感觉 我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说 我怎么会发现这一瓶粉底液的呢 是我在上周去逛街的时候和我一个女生朋友 我就跟她说 我说啊我今天气色很差 但是我等会又要去学校办一件事情 我不想就是皮肤很干燥的情况下 就在外面乱窜嘛 然后后来她就说 啊那我们等会去逛一下斯芙兰啊 你可以试一下里面有什么好的那个粉底啊什么 你就当场把它上在脸上嘛 我想因为这个是好主意 因为我平时去购这种化妆品啊 这不太会就是当场直接上在脸上 但这一天我因为皮肤状态太差 我就决定这样试一下嘛 没想到因为Dior是在我们斯芙兰那家店里面是第一个专柜 就第一个会胎我已经只有看到她 然后Dior其他粉底我觉得都会有点 可能是我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就会呃不想去尝试它 因为太老妈妈的感觉了嘛 但是这一款新的我觉得平身啊什么的 更加上Dior最近出的那些底妆啊嘴唇的唇膏 那些化妆品都是比较针对于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们的 所以说已经不像了一个年轻的趋势 我就去试一下这一款咯 然后去试完以后 我就马上立马觉得皮肤是有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 有光泽感 我眼睛下面也不会呈现出那种干燥的细纹啊 什么就通通没有了 我就一下子超满意这一瓶 第二天我马上一下课以后 就跑去那个North Storm把这瓶买了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小故事 我这个号是010色号 虽然说它这个没有名字 但是这是最前的一个色号 就差不多是那种象牙色的颜色 不是说偏粉色调也不是偏黄色调 而是正正好好的那种中色中性色调 就是说适合每一个皮肤 比如像我这样子的女神都很适合偏白的女神 对然后上这个粉底呢 我一般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刷子 比较毛比较多的 这刷子有点小脏 但是就可以看到我是有用这个刷子的 用毛比较厚重的这种纤维毛刷子 不要用那种天然毛刷子 那种会吸粉吸太多 更何况是这种薄的粉质 它就吸着的话你上在脸上其实没有多少 会浪费很多产品的 所以用这样子厚的毛刷 它就是铺开的话会更加的吸入到你的皮肤 有更好的服贴力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用这样子的一个 detail的刷子 它你可以坐在鼻翼两边呢 这样子额头上就是对于一些细节部位的 就是buff out 就是说是更加匀开了把它 我建议不要用这样子这种平头刷 因为这种平头刷的话 你特别是上这一款粉底 它是里面有一点油性的话 它就很容易让脸上看上去一条一条的那种纹路 就和用这种刷子不要去刷BB霜是一样的道理 我来概括一下 对于这款粉底我最喜欢的三个特点 是它的一延展性 二它的服贴力给脸的一种好的气色 觉得是像你自己天然的皮肤那样子的妆效 三是它的持久力 说到持久力呢 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油的 不管在冬天还是夏天 夏天当然是更油 因为是会出汗啊 皮肤温度变高 但是在冬天秋冬天的话 我的皮肤在T恤部位也是一上好妆 一两个小时就立马会显很多油 那样子的一个皮肤状况 然而在用完这一款粉底霜以后 我不认为它会增加我就是毛孔的负担 从而言之呢 我的皮肤不会觉得会很容易的出油 更就反过来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控油比较好的一款产品 它因为是薄薄的让你皮肤透气 不会有毛孔被堵塞 更容易出油的状况 就在我之前用这些粉底液粉底霜的情况下 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同学写的评论说 他们皮肤很干 然后这款粉底对他们而言在一些嘴角啊 或者就是在这种颧骨的位置很容易 让他们的干皮显得更明显 然而我是油皮 我不能为那些干皮的同学而说话 但是对于我而言 我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一款 给贴合我的皮肤妆效很清淡 也有遮瑕力 持久度也很高 差不多要到八九个小时一天的妆 我才会感觉到鼻翼两边会有一些些的脱妆 但也不是非常的严重 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底妆嘛肯定要持久了 好啦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review 一个用后感对于这款粉底 Nude Air Serum的Tint 这是法语 Serum 是这样子pronounceate吗 Serum的Tint 对我非常喜欢这一款精华液 有护肤成分的底妆产品 对如果以后大家有任何想要让我做review 做用后感的产品啊化妆品护肤品的话 希望让我知道写在下面的downbar comment下面 然后我以后会给大家做更多你们想要看的视频了 那就这样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look 我今天的妆效就是用这一瓶Foundation的 好那话不多说啦 我们下次再见好吗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